HELLO 大家好 我是布老師 歡迎大家收看我們超級人車制 好好聊天 連續放送集集好好騎車之後 還是不能忘記好好聊天的存在啊 畢竟做好好聊天比較省錢嘛 而今天我們要來聊的是這個車界中的男子漢 欸不是 則是學姐啊 好啦 我們今天要聊的是以重工業文明的川崎 而講到川崎 大家可能都會想到的是 那台時速能突破400公里的神車 H2R 但是是什麼樣的技術背景能夠讓川崎重工 它造出這台以998cc機械增壓引擎 炸出300匹馬力一舉突破極速400公里的機車呢 那川崎重工主要起始於1878年明治維新時期 創始人川崎陣仗 以建造西洋船為目的 創建了川崎築地造船廠 而憑藉著政治力的關係 從這裡開始事業蒸蒸日上 它迅速的成為日本最重要的重工業之一啊 在1906年完成了日本第一艘潛水艇 交付給日本軍隊 並於當年建造了第一台國產蒸汽機車 這是火車啦 而重工不愧是重工 這坐船坐火車算什麼呢? 林北要來坐飛機啦! 1918年啊 在冰庫工廠設置了航空機科 僅在萊特兄弟首次飛行之後的15年內 川崎就製成了日本第一架全金屬製航空機 而從1906年開始至1950年代之間啊 因為世界環境的關係 發生過一戰以及二戰 使得川崎得以賴以國家力量 創造並開發出許多重機具 譬如說軍用的飛機啦 鍋爐啦 甚至造橋等等 也因此累積了許多工業的背景 並且在1939年更名為川崎重工業 諸事回舌 我們這個頻道 畢竟還是跟摩托車有關的頻道 講太多軍工業類的東西 大家可能都會聽不太懂 而總之就是在做了飛燕戰鬥機 以及武士戰鬥機 還有儀式運輸機以及真名號戰艦的二戰結束之後 川崎仍然保持著重要的地位 業務範圍則在航太、鐵路、發動機、機車、機器人等 1969年日本首台工業用機器人川崎 UNIMATE2000問時 雖然這台機器人是由川崎跟美國UNIMATION合作所生產的 但就意義上面來說 始終還是日本第一 所以你可以發現日本的工廠企業 除了代工之外 還需要在代工之中累積經驗與實力 而最終能夠積累出開發產品的能力 講到機車 還是得說說機車的歷史 在1960年以前 川崎都是將發動機引擎 提供給東京一家民發工業 盛產一款稱為民發的機車 名字的由來是因為它所使用的引擎 是在川崎 設於民實的工廠製造出來的 民實開發 而之後川崎決定開始以民發機車為基礎 由民實工廠來生產全車 做了一堆規劃之後 終於推出了首輛機車 Kawasaki B7 結果花了兩年時間準備了B7 因為開發人力的不足 核心車台以外包的方式開發 在上市之後出現嚴重的瑕疵 一度寫下月生產量17台的難看紀錄 而川崎的摩托車事業部裏面臨解散 但就在這個第一台就可能是最後一台的情況之下 1963年川崎開發的B8 在NFJ舉辦的全國摩托越野大會之中 獨佔了賽事的第一名到第六名 這原因是因為賽事當天大雨啊 結果奈後性較佳的B8撐到了完賽 而在此終於開啟了所謂的男子漢之路 之後在1965年至1970年之間 川崎向市場先後推出K1到Z1等摩托車 而Z1則是Kawasaki的經典名車之一 可以說是CB750 Ford的樹底亞 Z1所搭載的是摩托車時尚首次大量生產 參用略續於賽車引擎的DOHC引擎 並且在1972年的秋天正式登場 排氣量呢 則是當時並列四氣缸引擎之中 最大的903cc啊 那其實最初Z1本來是要做750cc的 但卻被Honda上搶先一步推出CB750 Ford 那出什麼750cc要就完大的 Kawasaki決定推出公升嘴臉 推出接近公升級的900cc排氣量引擎 結果果然不愧是超公升穿起 跟福特一樣 欸比不贏就加排氣量 具備82匹馬力的Z1 不但成為當時最速的車款 在直線加速賽中 性能是完全凝架於CB750之上啊 最速這個名詞 我想一直在川崎的心中是無法忘懷的 包含2000年時期的直線最速之爭 為了與準級黑鳥一笑高下 推出了ZX12R大忍者 178匹馬力13.8公斤米的扭力 號稱列準者 可是難以操控 且推出的時候 剛好300俱樂部之爭到末期啦 談話一現也就停場 接著由三葉推出R1 開啟了新一代四大天王 公升級仿賽之爭 並於2004年推出ZX10R 一樣以狂暴動力聞名 但依舊難以操控 而自至近日 川崎才多少將人英科技 整合在摩托車之上 川崎的機車啊 不再只是完全的硬漢騎法 在硬漢之中更多了一些溫柔與體貼 以及關懷 我們現在看日系四大車廠 其實多少都能夠理解到 他們都有自己的核心造車理念 三葉以設計出身 本田以細緻聞名 而林姆這都是變態 而這種工業起家的川崎 這不太在乎小細節 川崎的摩托車引擎異音 可以說是四大車廠中最多的 但有時候引擎還會小小的剩有 但這些小缺點啊 我想都無法讓喜愛川崎的車友有所缺步 因為我想在他們的心裡 肯定都有著男子漢的存在吧 而以往的新年願望是要賺大錢 但今年的新年願望卻非常微不足道 那就是 只希望能夠好好活著 我是布魯老師 我們下次見囉 掰 也要記得訂閱啊